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我又把指揮棒舉起來了 幹什麼 不要急嘛 來 戲 談 戲 談 戲 談 戲 老船長 這個動作我們很有印象 對嘛 空投市場 現在台北股市就是空投市場 這個不用爭辯 除非你是豬腦袋 來 這不是空投 難道是多投嗎 這是空投市場 從1月跌到現在 對不對 那我剛才做這個動作 就是叫你怎麼樣 加深印象 空投市場它一定會反彈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股票市場它跌得越深 它就越容易彈 對不對 所以往下走 再往下走的時候 它那個彈的幅度 各位注意看 有沒有 這邊彈一點點 這邊多一點 這邊彈更多 有沒有 你們都沒有發現 對不對 因為你們每天都在怎麼樣 水深火熱之中 要不然就是在那邊打混摸魚 你仔細去想 股價跌深的就是利多 很多人都這樣告訴你對不對 從某種角度來看 這樣子講也沒有錯啦 因為它跌深了它就會反彈嘛 那跌越深的話 大家手上籌碼都已經怎麼樣 幾乎沒有了 它就很容易拉抬 但是要真正跌到 那個最底部的時候 那個往上走的速度 才叫做快 那那個時候可能叫回升 你聽得懂嗎 否則都是反彈 像這個你看 彈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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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現在來了 重點來了 今天放大 你看 今天漲多少點 自己看 其實漲不多啦 197點 成交量不大 只有1700多億 所以看起來呢 漲了一點點而已 這一波漲得是不是比較兇 有沒有 對耶 老船長 結果呢 是 你這一波 以目前來講的話 漲幅跟這邊比是差很多 當然也許它明天 甚至下禮拜繼續漲 這個我們先不要來講 現在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它是不是還在空方架構 有些股票它跌跌跌跌死了 它翻多了 會出現王冠低紅 那台北股市有沒有這個條件 各位看一下 來 利萊 手指頭拿出來 看到沒有 一按叮咚 有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 有沒有 還是在空方架構 也許有一天它怎麼樣 翻王冠低跟紅 大家的好日子就來了 不過 在這個之前 雖然你剛看到台北股市 一直都在空方架構 但在這個之前 它的確有反彈 有沒有 這裡的確有反彈 這個反彈這個錢 可不可以賺 可以喔 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股票大漲 有喔 反彈是不是怎麼樣 你要像做空的朋友 你要懂得避開 做空不是一天到晚告訴你 崩盤外星人 明天要攻打地球 神經病啦 講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在那邊自吹自掰 我只要聽一句 空頭會不會反彈 一句話就把這些人問倒了嘛 他們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對不對 股票市場從這邊跌下來 我告訴你 它都會有反彈的 有沒有 都會有反彈的 但是呢 空頭老書呢 他可能就怎麼樣 就是告訴你 這個盤就是一個字 矽 那你看老傳統這個指揮棒 是白筆的是不是 矽 短 矽 短 有沒有 都有短嘛 所以你真正的一個分析師 你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甚至你的會員 這個地方要做短多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分析師 而不是我看空就是 全部都空 那今天被嘎 嘎死怎麼辦 今天股票拉到漲停板 那你會員如果去 空到這種股票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們看老傳掌的節目 我把股票市場的真相 跟它的原理 跟你們分享報告 你不要去學那種鬼扯蛋 什麼外星人攻打地球 就是空就對了 股票賣光光神經病 對不對 該做短多的時候 你要去做短多 那現在跌破12682 是可以做短多的 你明白嗎 現在收多少 各位看一下 12926 那12926又比12682又高了 對不對 但是不代表台北股市 不會再破底 我跟你講真的 也許你不愛聽 這個盤已經漲定了 翻多的趨勢已經成定 成什麼定局 有嗎 沒有啊 等到王冠翻第一根紅的時候 我才敢坐在這邊 跟你們說 台北股市要全力做多 因為翻多了 現在沒有 沒有我就不要睜眼說瞎話 上一次喔 有沒有 上一次在這邊有沒有 反彈的時候各位記不記得 在這一波反彈的時候 很多分析師告訴你 這個地方就是底部了 有沒有 結果呢 是 那我現在告訴你 彈上來的話 理論上來講 他還會再破 懂嗎 因為現在是空方架構 我們按照空方架構的 邏輯理論來跟你們分析嘛 就是 彈完了還會再下嘛 這才叫股市分析師啊 對不對 告訴你一定就是從頭 死到尾都不會談的 那個叫金光檔啊 對不對 或者是明明是空投市場 還沒有轉多 就告訴你這個地方啊 就是要全力做多 已經是 已經是多頭 瞎說嘛 依據在哪裡 沒有 是不是 所以把我的節目 傳給你的朋友 至於你要不要點贊 那是你個人的修為 修養 我們每天很辛苦 來這邊錄節目 對不對 還要很高的成本 然後呢 我們要 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像我啦 我來告訴投資朋友 應該 未來怎麼操作 然後要避開什麼風險 絕對不騙人 這是我節目的風格 那有些人 他就是從頭到尾 就在收會員的節目 那一種 不是我的風格 你知道 那我這麼努力 在做節目 我是希望怎麼樣 能夠幫助到一些 他也沒什麼錢 他就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咖 對不對 他也不可能安裝我的系統 參加我的會員 但是呢 可能透過我的分析 讓他在股市長存 能夠活久一點 假以時日 等到多頭市場來的時候 他也可以有 閒於翻身的機會嘛 對不對 這是我做節目的宗旨 是不是 那我希望你把這個節目 轉發出去 然後幫我按讚 是你個人的一個 這個 應該說是你對於我節目的肯定 也等於間接肯定的 你是一個智商高的投資人 你不是豬腦袋 你知道那種永遠大賺 天天漲停的那種節目 就是做給豬腦袋看的 去參加的都已經血流成河了 好 大概一萬三跌破 對不起 就要已經去找工作 他們在找工作過程 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死老船長 詐騙集團 騙我們說輸光之後 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找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都回來了 其實工作根本找不到嘛 對 我也承認 某種 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騙你的 工作哪那麼好找 以你這個年紀 只找得到才有鬼 對不對 我是安慰你的 當然不希望你去走到這一條路 明白嗎 那 既然這只是一個空頭的反彈 你腦袋就要很清楚 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 是那種大空頭的股票 我舉個例子 3228 這我講N4的 這個股票就是大空頭的股票 為什麼呢 你看 有沒有 從這一波開始往下跌 這個跌死人 這比大盤跌的還兇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炒到這個高點的時候 它早就已經超出它的基本面 哪怕它今天跌到這個程度 各位注意看 它今天雖然跌停有打開來 對不對 那 115.5我都嫌貴 因為我講過了 這家公司上半年只有賺1.14 還在衰退 9月份的營收只有1500萬 到底在幹什麼 有一千幾百檔 將近2000檔股票讓你去做 你不做 你非要去買金利科 然後你要經常性看我的節目 會費是交給那個怎麼樣 哇大老師 大老師 節目還請個美女 在那邊一搭一唱 這種最好騙對不對 把你放進去 然後叫你買金利科 你最近輸的有沒有很狂野 你就是那個要再去工作卻找不到工作的人 兩個字活該 上半年有沒有賺錢 有啊 賺1.2而已喔 那股價多少 超過100塊 關門放狗 我常講啊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你要尊重基本面 對不對 那不尊重基本面 沒關係你不懂 你來安裝我的系統啊 3081啊 這個翻空多久了 你既不尊重基本面 或者是說你根本也不懂基本面 啊 亂參加投顧老師 對不對 帶你買雞亞 對不起 帶你買聯亞 跟你講有多好 好在哪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啦 因為老船長也是個笨蛋 對不對 但我知道這一天就翻空了 看到沒有 這一段白培的 今天跌停版又怎樣 你不要跟我說 我昨天買的衰小朋友 今天就跌停版了 對 你永遠都覺得你自己是衰小朋友 其實不是啊 早就不能夠買這一檔了 你明白嗎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異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你一定要想的現在是空投市場 那麼反彈完 只要台北股市沒有翻多 它會再下去破底 所以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一定不能夠是 空投的股票 什麼是空投股票 例如金利科 例如怎麼樣 聯亞 就那種跌得半死的 那如果你的股票是強勢的 高檔的 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比大盤強很多嘛 對不對 你的股票在這裡 大盤在這裡 你怕什麼 是吧 反彈這種強勢的股票 反而有機會讓你賺到錢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整理一下 手上的股票 我隨便再舉一檔例子 台積電 各位 這個大空投啊 對不對 2330 這大空投的股票 你仔細看嘛 對不對 跌下來這邊有沒有強彈 有啊 矽 這邊又怎麼樣 又漲上去一段 矽 這邊沒有什麼漲 對不對 哇 跌到這邊好神勇哦 漲上去 矽 有沒有 我們的系統 告訴你這台積電 就是空方架構的股票 什麼時候可以買台積電 當王冠出現第一根紅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你 好不好 夠意思吧 蝦米 我不知道你電話幾號 原來你也知道這件事情啊 哦 那就很抱歉 哦 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那現在變過街老鼠 對不對 今天談一下又怎樣 啊 今天漲多少錢 各位看一下 啊 漲9塊半 我只問一句話 你解套了沒 講完了嗎 老船長 這個台積電 我們是買六百幾十塊 現在看一看 才三百幾十塊 好像還要很久的時間 對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都有這種感覺 那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顏色停損 你怎麼會六百多 報到三百多 你乾脆不要做股票算了 對不對 你如果六百多 你懂得停損 你六百多就停損掉了 現在三百多 跟你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做股票顏色停損 不是丟人現眼的事 只是說台灣的頭顧老師 把你們教壞 因為你看他節目 永遠大賺 天天漲停 他沒有停損的 這種事情 你認為你參加他會員 絕對不可能有停損 結果你去參加以後 你發現他帶你怎麼樣 最高殺地 一個月輸幾十支 跟節目上不一樣 那就是柬埔寨的做法 就專門詐騙你怎麼樣 你就租腦袋啊 不騙你騙誰 對不對 帶你買經歷科 輸到怎麼樣 你自己都不認識 你自己照鏡子 這誰啊 跟鬼一樣 對 他怎麼會帶會員去買經歷科 我搞不懂 專業素養在哪裡 對不對 我只舉個例子 聯亞也是一樣 生技古老船長你不懂 我是不懂了 還好我再講一次是不是 浩鼎 藥華藥 基亞 還有高端疫苗 還有高端疫苗 夠不夠 投資人是有一天會學乖 就是他離開股市那一天 哎呀 這股票不會做的 他得到的結論是 股票不能做 你說是不是終身豬腦袋 對不對 有錢人哪幾個沒有股票 你看這些上市公司老闆 持股都超多的 但人家抱長線 你聽得懂嗎 郭台銘 每一年得到的股利是多少錢 幾十億上百億 那一抱抱幾十年 但前提是要抱好公司 有賺錢的公司 對不對 本益比鴻海也是很低 基歐股 我是很少講他 大牛股嘛 對不對 這公司你看看 上半年賺四塊五 今年腳拉拉賺接近一個股本 那股價才一百零四 對不對 很合理嘛 你什麼金利科聯牙 你跟人家比嗎 短線有的時候 有些股票它是會炒作 那是主力要坑殺散戶 什麼樣的散戶會被坑殺 就心速不正了 你了解嗎 我來股市 我最聰明對不對 你看別的股票 大牛股都不會漲 我的股票很會飆 對 最後你第一個陣亡 主力它會抓散戶的心態 大部分的散戶都是不腳踏實地的 我再講一次 不腳踏實地的 散戶都想要一夜致富 所以輸的都是散戶 所以輸的都是散戶 對不對 你去看主力作手大戶 大老闆 對不對 哪一個會想要炒短線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很簡單 我們來做結論 台北股市 第一個現在是空方架構 反彈完結束 有可能下去再破底 除非你翻多給我看 你們大家一定要有這種觀念 老船長我不要停 不聽不聽 我是全力做多 神經病 來看 好 為什麼要你們一定要有這種觀念 有沒有 這個談完了就殺 談完了就殺 談完了就殺 對不對 那如果再談完再殺 你怎麼辦 我說過真正比較像樣的底部 是這裡 一萬兩千四百多點 今天收多少 一萬兩千九百二十六 那萬一再來個五百點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手上的這些大空頭的股票 你一定要避開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天天看我節目 總有對重過吧 老船長那次對重 我就昏倒 那沒辦法了 是啊 對不對 又不是我叫你買的 經理科是我叫你買的嗎 你參加哪個 頭顧哪個老師 我給你掛保證 絕對是很有名的老師 為什麼 會騙 各種招數 講了一副話 自己是好像很厲害 專門幹一些 我不要講的不好聽的話 就叫你買經理科 我不是說經理科 這股票不能買 只是說 你要買要看什麼價位 任何股票都一樣 對不對 台積電你買到四百五百的 我就不罵你的 反正你抱長久一點 還是會解套 他世界第一 他配股配息 經理科配什麼 你要懂這個概念 你今天買錯股票 老船長會罵你是因為 這公司根本就沒有賺很多錢 股價這麼高 你要期望他配什麼給你 那你台積電 因為買到高了 那沒辦法 你買世界第一的股票 還套牢的話 那你就知道怎麼樣 當然你沒有顏色停損是你的問題 就我說的嘛 你買六百多 現在三百多 那一套套了將近三百塊錢 神經病對不對 你應該套個十塊二十塊 你就應該要認賠出場 但是事情已經造成的話 你就好好的去工作 上班 然後就把它當定存 這樣就好了 除非你說老船長 我要把它幹掉做肥料 然後再換股 請問你換股 你要換錯怎麼辦 對不對 很多時候在股票市場 一步錯就步步都錯 你一定要怎麼樣 小心翼翼的 來做投資這件事情 第一個 你如果本身什麼都不懂 老船長有一個王冠AI系統 從五月一號看到現在 好像還蠻好用的 對不對 你看你想得到這些股票 我都舉例給你看 該幣開的是不是都 你自然你要贏的機率就大了 股票市場有時候就要比 我賠的比你少 我贏面就比較大 像從今年一月跌到現在 少輸的人就是贏家 你不要跟我說 從一月到現在你大賺 你神經病少來這一套 對不對 你少輸 你一百塊還剩八十塊 就很厲害 對不對 從一月大盤跌到現在 你一百塊剩八十塊 我說你很厲害 將來反彈上去 你又大賺了 那你大部分散戶不是 大部分散戶都是一百塊 從這邊有沒有 輸到只剩下十塊二十塊 然後最後再破底一次的話 完蛋了 什麼都沒了 傻眼 我當初應該要 老船長把這一張拿出來的時候 我應該要相信他 用怎麼樣科技來代替 我們人類最容易犯的恐懼 跟貪婪這兩件事情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 而且他的指標我們看起來也不花俏 一秒鐘很清楚 多就是多空就是空 我當初一百塊輸了 剩五十我就應該相信老船長 對不對 那你講這些都廢話 慢走不送啊 趕快去工作啦 講那麼多廢話幹什麼 時光會倒流嗎 不會嘛 對不對 今天我的節目完了之後 好好把你手上幾十檔股票 一租一租 然後怎麼樣 安裝好我們的系統 你自己看 你不要參加某一個頭顧老師 總共手上三四十檔 叫出來每一支都在王冠黑 你搞什麼鬼啊 對不對 都是空方長期大空投的股票 你明白嗎 所以說如果 最後提醒了 你有金利科這種股票 你注意看 他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你不要以為到這邊很低囉 他今年給他算賺兩塊多 兩塊多台北股市股價應該多少 五十幾很合理 五十幾的話 本益比二三十倍 很多公司現在本益比 連十倍都不到 長榮才一倍 好不好 那現在一百二十幾的收盤 那萬一再來一個大碟你怎麼辦 你的老師他不會把錢還給你的 頂多會費退一些給你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 是不是 但是你仔細去看他的節目 不要看哪一集 就看今天好了 一樣嬉皮笑臉對不對 甚至在找個美女來 一搭一唱好專業的 大老師欸 對不對 你就這樣被他玩死了嘛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 如果你不想要讓任何人 包括頭顧老師騙你 你自己就要用一個工具 而這個工具 對不對 他當然是科技 他不需要你會什麼 基本面 技術面 這個網址面 科學面 你通通都不要會 你只要有一根手指頭 二十歲到八十歲 有眼睛一按 一秒鐘你就知道 請問誰可以騙你 對不對 那你看我每天在這邊 講了這麼多的股票 你如果都可以避開來的話 那你的一面大不大 那等到多頭市場來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賺大錢 現在不要吹牛多會賺 現在空頭市場 你只要能夠保住自己的實力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十月份快要過去了 每天看我節目 你就不安裝 最後走向歸零高之路 去工作 又找不到工作 來罵我 騙人 都找不到工作 你找工作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不要讓自己走到那一步 每一天看我節目 看了這麼久了 還不安裝 那表示你不相信科學 千金可買早知道 明白我的意思嗎 電話在旁邊 5 4 3 2 1 再不安裝 你就要等到十一月份了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粉絲 四個塊 他們沒在讀 後面 就知道 很多陣子也有時心 舍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